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没有明显感觉到就是可能是年纪变大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您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没劲 没精神 感觉累 有吗 累啊 带孩子是多累的一件事啊 他是活的 活蹦乱跳的 经常是充电五分钟 然后通话两小时 就是经常是我觉得只要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游乐场 一个托管的地儿 或者是一个培训班 马上得找一个椅子坐下来歇会儿 真的没劲 我这是感觉到啊 就年龄大了 就不一样了 就是 一天不如一年 去年的时候吧 我们上这个宜蒙山去玩 真是山很高啊 林也很密啊 好几千个台阶呢 就都爬去了 前几天的话 就上个月去的泰宁 才三百多个台阶 基本上很休闲的旅游 可是我就是 哎呀 走一走 这三百几愣没上去 反正是 就是走上一段就得歇一会儿 走上一段就歇一会儿 心想这不应该是我呀 那么感觉主要就是腿没劲 走就老觉得累船 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 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 然后呢 吃过早点以后啊 就是哈欠连天 就老想再接着去睡觉 如果不睡的话呢 就真是一天什么都不想干 是 对 尤其是小徐这个阶段真的 哎呀 不光是自己还要带着一个 对 每天下完班回家 根本就不想干什么 然后吃完饭 然后就想躺着 然后洗漱有时候真的都不想去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 哎呀 累了就多休息休息 没有想过就是别的 我就觉得可能谢了货就好了 有人觉得这多大点事嘛 是不是 谁老 谁不累 谁不困难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生活当中呢 也有一些人也在经历着 同样的感觉 但是他们的这个结果 宁可得看看了 尹玉泉阿姨六十七岁 她年轻时风风火火 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 退休后 掀不住的尹阿姨 不但喜欢参加社区里的各种活动 还成为了一名食品安全检查志愿者 每天带着红袖标 奔波在守卫食品安全的第一线 生活忙碌又充实 对你们家小油菜今天真新鲜耶 对人特热情 工作还特认真 可是从今年夏天开始 尹阿姨觉得自己的精气神不如从前了 特别容易疲劳乏力 最近它那个有点不太好 有时候老算那个头晕什么的 以前拖地 一口气就能干完 现在要坐下来休息三四次 上楼也费劲 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才能到家 这些症状并没有引起尹阿姨的重视 她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 再加上最近天气闷热导致的 可是没过多久 她发现自己每天连做顿饭都感觉特别累 并且频繁地出现头晕 头痛 出嘘汗等症状 即便如此 尹阿姨还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 直到一次志愿者活动 尹阿姨再一次出现全身无力 走不动物 并且在一阵剧烈的头晕后 差点摔倒在地上 怎么了这是 找着 当时一同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们 都怀疑尹阿姨是不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紧急地把她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 医生给出了诊断 原来尹阿姨频繁出现乏力 头晕等症状 其实是由缺铁性贫血导致的 看到了吗 一开始就是乏力 头晕 最后心慌 晕倒 你知道晕倒对一个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危险 对 唐叔叔特别清楚 好 那我们就帮助大家来了解 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没劲 没精神到最后会不会有可能停血 最后引起我们意想不到的危险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张宇副研究员 掌声欢迎 你好 张老师 欢迎您 张老师一开始这个看完你阿姨的故事之后 四位都不太相信 说这是不是太严重了 吓我们 那咱们结合道具呢 让大家来看看就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没劲 但其实背后的原因是缺铁 缺血所引起来的 好不好 来 请上道具 面前呢有一个小火车 这个用来模拟什么呢 这一列火车 我们模拟身体中最常见的一个细胞 叫红细胞 那它运行这个轨道呢 我们比作什么呢 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它就从头到脚 全身都有 是血管 对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我们身体里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轨道和红细胞 那可能是数以亿计或是一百亿计的这样子 对吧 那么大家看啊 这个红细胞上面呢 还装着货呀 对 还装了两个列车 列车上面呢 还装了这些小球 上面还写着字呢 对 这个上面写的是氧气的氧字 对吧 大家知道这个红细胞的作用是什么 是运载着这个氧气 对 输送到我们身体所有的一些器官啊 组织 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生命的活动 不光是说话呀 劳动啊 需要氧气 就连我们消化睡眠 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日常活动都需要氧气 最简单一道理 没有养人都没吃 我们可以一天不吃饭 但不可能衣食不呼吸 对吧 主要是靠这个氧气 我们把每一节列车比成一个血红蛋白分子 那么这个血红蛋白分子 它的作用就是和氧气结合 那我们从这个小车这个模型看 它是运来装载这个的 其实就是血红蛋白是和氧气结合 这样的话呢 红细胞才能运载它 跑遍我们全身 等于是红细胞要带的这个氧气 输送到我们的全身 对 那为什么就是刚刚你阿姨出现的这个 没有力气到最后检查出来 就是因为缺铁所引起来的 甚至是最后都晕倒了 您说的这个说到点人了 那么为什么它就会出现症状了呢 根儿就是因为它送在它各个组织的氧气不够了 那为什么氧气会不够了呢 我们刚才说了是血红蛋白分子来承载氧气 那就说明这个血红蛋白分子不够了 也就是我们车厢数量不够 车厢少了 对 或者是车厢都快没了 对对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车厢 大家觉得就是一个空车厢 其实呢它也是可以拆分的 大家看啊 这车厢可以分两部分啊 一部分是装载这个氧气的框架 还有这个底座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框架比作什么呢 比作血红蛋白分子里的铁元素 哦它就是大米领领的铁 对对对对 其实真正血红蛋白里和这个氧气结合的呢 是铁元素 哦主要的成分原来是铁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框架 没有铁 那么我们这车也没有办法继续装了 就装不住啊 对吧 或者一跑它就掉了 对吧 所以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没有铁 就不能够合成足够的这个列车 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红蛋白 虽然同细胞 它能够在这个循环系统里运转 但是它即便到了每个港口以后 或者每个火车站以后 它不能够把足够的氧气分给它们 就会导致每个器官 它的后的氧的量有限 导致缺氧 所以回到铁牙医身上 那就说明铁牙医这个铁不够 导致它血红蛋白合成不足 那么下一步呢 红细胞里的血红蛋白不够 导致它整个身体运送氧的能力下降了 大脑的任何一个活动 都需要能量和氧气 作为供应的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贫血 那么脑部供氧不足 就会出现疲劳困倦 打哈欠 不停地打哈欠 这就是一个蛋倒血氧的症状 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呢 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 和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思考能力 但是你可能对于这个小徐来说 没劲儿反正也刚好处在孕期 那咱就歇着躺着呗 对于这个退了休的 温阿姨 唐叔叔 那没劲儿就多在家看个电视剧 享受一下晚年生活 这不也挺好吧 那没有多大事 对 看似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在家可能难得来一个葛优堂 对吧 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么回事 那比如说 那我们对我们的孕妇来讲 那么缺血缺氧 可能表面上造成的是 我们说的困倦啊 疲乏啊这些症状 但实际上 大家还要想一想啊 那还有宝宝呢 对吧 那么如果说宝宝 它缺氧就会影响它的发育 尤其它的大脑的发育 那么对我们老年人也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长期的 这个缺血缺氧的话 那就会还会加重 它一些基础性疾病的 一些损害 损伤 心脏为举例 本身红细胞 它携带氧气的能力就下降了 那么那再加上 它心肌又需要大量的氧气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给心肌足够的氧 这个时候就无形中 加重了它心脚痛 发作的频率和程度 就是这个心脏 它本来工作能力就不好 在于缺了铁 贫了血之后呢 它就更不干活了 它工作能力就大大的下降了 就不好干活了 是这样的 那么就会出现危险 理解了 对 无论对于老年人来讲 对于孕妇来讲 甚至是其他的 比如说育婴妻妇女 包括儿童来讲 缺血缺氧 都是一件 不应该被忽视的事情 所以就要看一看 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因为缺铁性贫血 所引起来的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今天现场呢 也可以通过一些测试 帮助大家来了解 您现在出现的乏力 和缺铁性贫血 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测试的环节 第一个测试 看什么呢 大眼睛 看眼睛 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大眼睛 对吧 其实我们看的是 它的一个眼皮 下剪洁膜 对 看这里面的颜色 正常来讲 它应该是粉红色偏红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剪洁膜里 它有很多的一个毛续血管 和血液供应 所以它呈现的时候 应该是粉红色 为什么咱们要看 有没有这个贫血的问题 缺不缺铁 要看这个部位啊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一个成语 貌似有点贬义 叫人老朱黄 那不是指这儿吗 白色的变化 其实呢 它形容是眼睛 但其实呢 包括眼睛 和它附属的这些器官在内 其实都是能够很快地 反映出我们身体的 一个状态的变化 包括衰老 缺氧等等 这个状态 在我们的剪洁膜里面 有很多的毛续血管的供应 如果说我们的血管 里的这个红细胞或者血液 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它这个里面的毛续血管 会不特别聪颖 那颜色呢 也会从粉红偏红 逐渐地变成了 这个样子 变发白的情况 这就说明什么呀 缺血了 哪有血管 咱们就能看出来 这地儿血多还是少 对 您总结得特别地到位 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呀 末梢 末梢部位的一个血液供应的量的情况 变化 那么剪洁膜呢 其实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个测试 就是要看看四位嘉宾的 眼睛的颜色 对 下剪洁膜的颜色 好 现在四位面前都有镜子了 是不是 对 就是扒着下眼皮 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巴 我们把四位的眼检膜的照片呢 已经拍下来了 来 请看四位的照片 好诡异 这个画面 我觉得 我觉得 在这里我是最发白的了 我感觉我的有一点偏淡 我这个颜色好像稍微深的一点 我们来看 这轮测试之后 谁的缺铁性贫血的风险 更大呢 沫阿姨特别渴望地看着我 打死在我这 来 请张老师揭晓 通过眼睫膜的颜色呢 我们觉得 那么许女士和沫阿姨就要当心了 对吧 好像因为两位的这个眼检膜相对偏淡一些 是吗 对 而且呢 他们还都有 之前都说过有过相类似的一些症状 华丽 对 就是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先别着急 除了这个测试之外呢 我们还安排了其他的测试 也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了解 您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的风险 下一个测试是 还是测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 那这个部位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头发 头发上又没有血管 你测头发干嘛 但是我们的毛发是长在我们的皮肤里啊 皮肤血液循环不好 就会导致毛发不好啊 那完了 就实际上反映的是头皮的 对 头皮的一个公养情况 那我得问问小徐 你对你的头发自信吗 自信吗 不太自信 我之前我是 我不太自信 一直有一点点掉发的这个现象 我也脱 是吗 不然谁洗谁都掉好吗 都掉得多 这一块掉的会比较多 但一直都是这样 那您那王阿姨对自己的头发自信吗 我觉得有信心 为什么说我平时洗头的时候 也老打护发素 我觉得我保养的应该很好 这样子吧 让我们看看你的秀发多有弹性 你那个保养啊 那只是就是表面的对吧 它不是根本的问题 因为的话 你只是护发 只是一个好像这个 像做美容是吧 或者做这个什么化妆是吧 你化妆完了 对不对 但你一卸妆呢 它又恢复了 它不是所有的 但唐叔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一样 我这个头啊 我肉眼观察 好像不懂 我这头虽然白 但是我觉得我的发质还可以 发质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啊 发量也还行啊 光泽也还行啊 发质还真的是看起来挺好的 对啊 发质挺好 因为刚才这让有底气了 咱们自己看自己吧 就跟你看自己家孩子似的 怎么看怎么好 但是呢 我们有专业的测试 可以帮助大家 放大的看看自己的头发 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请看四位的头发照片 这能看出来谁好谁坏吗 当然我的好 多白啊 唐叔颜色赢了 哎呀你这看像粉条 那确实我们这不够会看 这放大了多少倍能看到这样啊 这个正常来讲 是我们无法通过肉眼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这个是在医疗机构 利用放大的设备 来观察我们的发丝 和头皮的一些状况 这个是检查的一个过程 这么高级 那您判断哪位的发质更好 哪位发质不好呢 那么我们从唐叔叔开始说 唐叔叔非常自信嘛对吧 我们先来摧毁一下他的自信 对不对 先别说人家了 说实话呢 唐叔叔这个发质虽然已经白了 但是呢 确实你看他每一根发质都是晶晶剔透的对吧 而且很光滑 说明呢 这个唐叔叔呢 这个发质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温阿姨 发量还是可以 但是像刚才温阿姨说的 我用互发素 其实互发素只是把你的整个这个 每一根毛发的这个 有损汗的地方去掩盖掉 总体来讲 温阿姨的发质呢 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西韦呢 整个的发质来看呢 略有点粗糙 而且呢 这个有一些发黄的情况 这发黄是染的吗 西韦呢 没有 没有染发吗 没有染发 那怎么会是黄的呢 纯天然的 发黄的头发呢 会多一些 说明这个什么呀 说明黑色素 在我们的毛囊中呢 它就没有那么的充足 这个呢 可以间接反映出 我们整个的皮肤的营养的一个流失 就是头皮营养的一个流失 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营养供应 证明我们头皮这个血液循环不好 提示有一些这个 血液的一个营养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皮血的风险 可以有 但是不能通过单一的去证明 那再看看小徐 对 徐女士这个就比较突出了 发量减少的比较明显 对吧 你这是染发了吗 没有 是我们俩要变白头发了吗 至少 没有这么说 你们俩提示 有皮肤的营养问题了 白头发不一定 可能未来不一定会发展这个地步 但是呢 贫血有可能会有 其实我刚刚啊就是这么看 我还觉得小徐的头发和那个温阿姨的头发一样好 但是你看上大了之后我们再一看发现 小徐没想到你这个发质这么差 头发只是一个表象 它反映出的是什么呀 反映出的是我们的毛囊的一个营养状态 那么进而是反映我们整个一个头皮部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那么我们头皮 那血液循环不好 那么毛囊就会处于营养的一个饥饿状态 那么毛囊一饥饿了 那它整个毛发的质量也就会随着下降了 这个毛发会出现干枯啊 毛糙啊 一折断啊 包括我们说的发黄啊 这些状态 还可能会脱发 所以这些它虽然看似是一个表面的情况 其实反映最根本的 还是我们的皮肤的一个血液情况 进而反映出我们一个是否贫血的一个情况 所以通过这一轮的测试 究竟谁得上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通过这一轮的话 还是我们徐女士的分点更大一些 这个真的是没想到 头发也能够反映我们有没有缺铁的这种可能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测试 好 欢迎王护士 做这么专业的测试 就用这一个小机器就能做了 对 就可以 这是一个快速的血红蛋白检测设备 就有点类似我们常用的这种血糖测订仪 好 来看一下四位刚才的测试结果师 144 小徐啊 正常来讲我们男性的话是应该是120到160克每升 那么女性呢是110到150克每升 这个血红蛋白的量 在这个范围内那就是正常的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标准来讲呢 那么唐叔叔肯定是男性大于120 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女性大于110 那温阿姨和西伟老师呢也是符合标准的 那么厉害 现在矛盾主要集中在徐女士这儿 徐女士这个血红蛋白的量 数值是100 那么按照我们中国对孕妇的一个贫血的判定标准来讲 是多少呢不是110也不是120而是100 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话 徐女士正好卡在这个标准数值上 那么从这个数值上讲的话呢 那么徐女士发生贫血的风险很大 就是退一步就不及格 往前走一步刚刚及格 是这意思 对 所以通过这几轮的测试 我们看看厂上的四位嘉宾 谁得贫血的可能性更大呢 最后亮起红灯的是小徐 别人都没两灯 就好像还有点不太相信是吗 怎么就我 我估计看到这一段啊 这个小徐的爱人该着急了 那怎么办呀 这对吧 这宝妈都开始贫血了 这万一以后影响宝宝可怎么办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真的您的贫血的风险 也比较大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铁 赶紧支持招 好的 那么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四位嘉宾 你们心目中什么食物 或者什么方法能够最补铁 那我知道有样蔬菜不错啊 据说含铁量是所有蔬菜里面的 第一名菠菜 真的吗 因为我不怎么爱吃肉嘛 然后我就听说这个菠菜 补铁量特别高 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个溜干尖 又滑又嫩的 完了很香的 我觉得干是很管用的 你看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啊 家门口 北京小吃店 老北京 炒干 来一碗小炒干 这个半斤包子 完了也慢慢悠悠地吃着 看着人家马路上 匆匆忙忙过的人 我这么休闲的 哎呀 吃着香的美得很呢 真的吗 花生米是红色的 是吧 大枣是红色的 小时候老人都说鸡蛋黄补血 然后再加上怀孕了以后 医生都让每天要补充鸡蛋呀 什么的 我觉得鸡蛋应该是可以的 还有缺血就吃点血呗 血豆腐 对 虾肠呀 对 好像也都有点道理 跟阿姨那个红色的食物 异曲同工 那大家的这些意见可行吗 刚才四位嘉宾说的呢 有靠谱的 有不靠谱的 还有不靠谱的是谁 故意的叔叔那个 这个唐叔叔说的呀 靠谱 你看唐叔叔 他这个血红蛋白呢 他的这个护品血 他血红蛋白控制也很好 确实是 靠谱 那么西北老师呢 温阿姨 还有我们虚拟是 说的呢 就不太靠谱 当然我刚才 西北老师说的 最后说的一个 通过吃这个猪血啊 这个靠谱 其他的像是菠菜呀 蛋黄啊 红色食物啊 那这些呢 补血的效果 补铁的效果呢 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确实是 咱们中国人观念当中 补血的一些食物啊 对 怎么他就又不补血了呢 确实是很多老人啊 喜欢用这个蛋黄给小宝宝补铁 但其实不知道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其实蛋黄里面的这个铁元素呢 它量一方面不是特别多 另一方面呢 它的吸收率很低 大概只有3%左右 所以说呢 如果想达到我们每天的需要量 吃10个蛋黄都不够 然后再说说我们西伟老师的高度 菠菜 菠菜 那我不知道您是从哪个课本上 学的菠菜补铁啊 动画片里是这么说 但其实呢 菠菜里面的铁含量 本身第一个不高 第二个呢 吸收率呢更低 第三个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植物化学物 比如说咱们说的草酸 植酸 柔酸 它们这些呢 都会影响铁的吸收 所以您吃 这个想达到这个量啊 吃个三款五款 没有用 达到这个量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以前认为的 补铁的东西 其实并不补铁 是 那刚刚提到红色的食物 什么红皮的花生啊 还有红枣 这个都是咱们传统观念当中 能够补铁的东西 确实是 咱们从古至今都有这个传说 说红色的食物补血 其实呢 红色食物除了我们说的 肉类和血液制品以外 其他的这些红色食物呢 它的吸收率都不是很好 那我胃肠功能强了 我怎么就不能吸收它呢 我说的这个吸收不好啊 还真不是说你胃肠功能的问题 是他们这个 是这个动物性食物和这个 咱们说的非动物性食物中的这个 铁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无论说是肉类啊 还有肝啊 包括这些血液制品啊 它这个里面的铁叫血红素铁 吸收率特别好 那么我刚才说的菠菜啊 红豆啊 枣啊 包括花生啊 鸡蛋黄啊 这个里面的铁主要是非血红素铁 它的吸收率就很差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 让您来看看它吸收率差到什么程度 面前呢 有不同的带着颜色的液体 这个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这两种 这两个瓶子呢 一个是模拟血红素铁 另一个是来模拟呢 非血红素铁 这个就相当于盖 对 这个就是豆 大枣 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还有两张绿纸 我们来模拟什么呢 来模拟我们的肠道的 消化道的一个吸收作用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非血红素铁 大枣 对 看一看它过滤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血红素铁来倒一点 再举起这两个烧杯 看一看 好来 我给您 大家看得清楚吗 大家看一下 这个杯呢 还是跟这个烧瓶道的颜色比较相近 那这边这杯呢 就偏透明的水 对吧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呢 这个 我们的血红素铁 对 它透过这个我们的消化道 还是吸收还是比较多的 非血红素铁呢 透过我们的肠道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3%到8%的铁 会被吸收掉 再来看这个 你看 颜色还是很深的 就是说明它进入到身体之后 铁依然数量不少 对 吸收率可以在10%到20%之间 哇 唐师又开始洋洋得意了 好 哎呀 经您这么一介绍之后 回家那个 各种各样的炒肝啊 什么六甘尖啊 又该火爆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甭管是对于孕妇 还对于咱普通人来说 你让我天天吃肝这负担太重了 胆固醇高 票令高 咱能不能换点别的吃啊 也能够补体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 最好呢 还选择一些肉类制品 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最高的 对吧 那么现在营养价值也算比较高的 那就是什么呀 牛肉 是可以的 那每天得吃多少 才能够满足一天 我们需要的铁量 那么正常来讲呢 我们人体每天 大概需要多少颗铁呢 需要15到20毫克这个量 话说也没多少啊 是没多少 但是 因为一方面是食物中的铁含量不高 二一个吸收率的问题 那我得吃多少肉才能够吃足啊 正常来讲呢 我们推荐啊 每天大概吃 吃肉的话啊 要吃50到75克 一两多一点点 对 50到75克的这个红肉 那也没多少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 要吃一些鱼啊 其他的食物啊 作为补充 对吧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西北说的 他也可以吃一些菠菜啊 虽然这个苍蝇大腿不是肉 但多多少少也能供给一些 对吧 所以食物均衡化 那么多种来源 为我们提供甜 那主要的部分呢 还是肉类 关键是 小徐得吃多少肉 我才能够把这个孕妇的需求 给满足了 那么孕妇来讲 单纯吃鸡蛋黄就不行了 那它要在什么呀 在50到75克这个基础上 那根据你的孕期的变化 来调整那个肉类的量的变化 比如说 你现在是处于孕中期 五个月 对 每天要增加 在我们刚才说的基础上 增加50克肉的量 就比如说我吃一两 它就得吃二两 再加50 如果说你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呢 在正常的基础上 加75 一天哪 这么多 不想吃也得吃 我估计啊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说 但是对于上年轻人来说呢 有可能就吃不下那么多肉 甚至有点觉得不好消化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把这个红肉 做得又好消化又美味 天天您吃够了一到二两 就能够补足铁呢 这难题咱还是找范大厨 来掌声欢迎范大厨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养生顾本健康人生 无限期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来 欢迎范大厨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这个 有点类似于牛排的菜 但是呢 我们不是用西式的方式 我们是用一个中式的方式来做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选肉就先选的是牛里 牛里结 全是瘦肉 对 这是真正的里结 它肯定 它的肉质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纤维 我们从它的纤维状态也能看到 而且它没有那么粗 然后相对比较瘦 这样也比较适合我们来吃 好 看您怎么做 首先呢 厚度我们切大概在6到7毫米 这个做好之后吧 我们来轻轻拍一拍它 按摩吗 来 你看 马上一拍之后它又松开了 对 轻轻拍 它又松开 不用那么使劲的 对 不用使劲 稍微把它拍一拍 你看 但是不能太使劲 太使劲就拍成肉泥了 对 咱们拍得要整块 基本你看我们每块都把它拍的 刚才我们有6到7毫米以后 你看现在就变成了 基本都在5毫米 4到5毫米了 就把它拍扁了一点 我们现在给牛肉做一个腌制 也是为了让它更嫩 利用苹果的果酸 然后让那个牛肉更加软化 其实我们今天有点浪费 如果在家里面的话 您可以把苹果肉吃了 果糊来腌 对呀 你这太会过日子了 对 这个是洋葱啊 洋葱 对 这个是 也是 调味 对 因为我们不放别的 然后我们用点芹菜 西芹吗 就是普通的芹菜 要这个芹菜的香味 去把这个肉的这些异味拿掉 我们就抓一抓 然后我们这时候加一点调料 很少一点盐 这是底味 然后我们加一点黄酒 如果家里没有黄酒 没有花雕酒 可以用什么白酒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 黑胡椒 怎么样 再刷一转它 然后正常的我们这样腌制 就是如果在家里面有条件的话 要放多久 我们腌它半个小时以上 再尝之后也不好 因为肉的味道 就是这些果菜的味道 它进肉里过多了 就会抢肉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比较合适 锅烧热之后 放一点油 我们就开始下这个牛排 这样 也是煎牛排的做法是吗 没错 我们也是用煎牛排的做法 把它平出在锅底 香味已经出来了 好香啊 煎牛排有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别下锅就冻 下锅不要去冻它 让它快速地有一个 做一生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看 这面煎好了 都已经熟了呀 翻过来 调过去两次就熟了 煎到什么程度啊 你看它的表面 有点这种起胶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牛肉的表皮特别香 里边的肉呢是嫩的 外焦里嫩 真的是外焦里嫩 两面都要这个状态 这回我们来点西式的元素啊 就是黄油 还有西式元素 因为煎牛排大家都知道 黄油是增香的 哇 这个很好咬啊 好嫩啊 没错 嗯 就以前咬牛肉的话 就得 是挺大的劲啊 混不得就把筷子 再扯到这儿 但现在你看轻轻地一咬 就断开了 好嫩啊 对 我们来了一点黄油 然后我们加一点什么呢 小干葱 就是小的那个紫样 紫的那个小圆葱 来 加点那个末 加一点蒜末 然后这里边再会加回到 我们的中国元素 小葱 香菜末 哦 就是香菜末啊 对 香菜可以提升整个它的香气 太香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加的是番茄沙丝 番茄沙丝 差不多也就是这一小碗 来 我们加一点水 这是什么火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小火 小火 水呢不要加多 就把这个番茄沙丝 再稍微地稀释一下 嗯 来 我们这时候来加点料 一个是糖 去中和番茄沙丝的酸 然后盐一点 去调它的底味 嗯 然后鸡粉一点 增加一点它的鲜味 嗯 再过来炒一炒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开大一点 就是把刚才加进了一点水 然后给它炒 哦 挥发了 嗯 太香了 你看 调到这个水 嗯 水没有了 这个酱又回到这个黏头 浓稠了 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浇在这个 哦 淋上去的 好 想了口福了哈 嗯 回家之后咱也得让先生给你做啊 对 按一年风不动的这个味道来给你做 嗯 但是如果这种就是怀孕的人 有时候就是 他会那个不想吃 不舒服 嗯 能吃下去鸡蛋就不错了 那其他的除了 就本来肉味会有反应吗 哎 对对对 然后除了这种其他 这个吃的东西 其他的有没有补血的这种 其实呢 我们食物补充呢 只是一个预防贫血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对于已经出现了贫血的人 包括有贫血高危倾向的这些人呢 嗯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食物补充外 还要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个一些 啊 补充剂的一些使用 针对铁来讲 我们可以吃一些铁制剂啊 包括很多的一些 复合的一些营养素里面 都含有铁 嗯 那这个时候你在 你正常的一个饮食之外呢 你适当地根据医生建议 吃一些这些营养补充剂 也是可以的 其实大家都是平常啊 生活当中有不舒服 累呀 乏力的感觉 但我们总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真的是因为贫血 所引起来的 那就不是一件小事 就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呢 合理的补铁 才能够避免贫血的危害 好 非常感谢张老师 今天给大家介绍 我们宝贝的知识 好期待小薰能够 把铁赶紧补起来 生出健康的宝贝 好 加油 加油